亲爱的曹先生 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最难得可贵的部分 并不是当初我们坚定选择彼此的勇气 而是在我们一起认真考虑过婚姻中 最无趣乏味的部分后 仍然想要攜手共同面对这一切的决心 我们不是彼此的初恋 甚至没有出现在对方的青春里 但我们的认识到相爱 是退去少年的懵懂 是作为成人最坚定最负责的决定 我很幸运有一个善良懂生活充满智慧的老婆 连结婚这件大事都愿意登记就好 不过在我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我还是想要大声告诉我的清楚好友们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老婆你好美 你是全宇宙最美的新娘 现在的我 没办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 接下来我会扮演好一家之主的角色 成为可以让你依靠的男人 亲爱的老婆 从今天起吵架 我都会先认错 你不开心啊 我都会带你去吃美食 那你想旅游的话 我就陪你去旅游 只要人让你开心 我都愿意去做 我会当你永远的依靠 你愿意嫁给我吗 谢谢 结婚代表是两个人要一起走下一辈子 会风风雨雨 那我也希望你们两个就是稳定的 然后互相融的 好好的走下半辈子 爸妈感谢你们把瑞希照顾得那么好 虽然脾气偶尔有点倔强 但这也是她可爱的地方 我真的很爱她 从今以后你们不是少了个女儿 是多了一个儿子 我会好好照顾瑞希 不会让爸爸妈妈担心 虽然是舍不得 可是我今天很高兴 将来的日子 可以跟我一谈 我希望你不懂事 努力加油 永远快乐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 比起也很硬的孩子 这个过程让你们费心了 你们努力的照顾整个家 让我可以吃饱穿暖 鼓励我去追逐梦想 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 我很幸运能成为你们的女儿 结婚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但我永远都是最爱你们的女儿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 有人说婚姻是这辈子 唯一一次亲自选择家人 所以晚一点没有关系 但一定要输退的人 比起说爱你 更想谢谢你 你是我这辈子遇过 最善良正直的人 今天我站在这里 不是因为我需要回应 可是我发现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整个世界都变温柔 嫁给你是我这辈子 最幸福的事情 往后余生 请多指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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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